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達到共融這個目標 這班南亞裔的中四和中五學生 就和本地學生合作 在假日的旺角西洋蔡南街 再歌再舞表演 香港人和南亞裔的接觸 未去到很完美 可能還有很多階段 最主要可能是語言 廣東話不靈又要引起觀眾共鳴 負責活動的南亞裔導師 嘗試安排不同眾魂的中學生 合作做一場零廣東話的綜合表演 其實你見到他們今天的表演 跳舞、做drama、唱歌 其實這些是一個不用語言溝通的 其實他們是可以接觸到、溝通到 分分鐘可能做朋友 每次活動是社企民間高峰會 火拍教育機構 舉辦有創意的學習活動 等參與的中學生走入社區 認識共融這個社會議題 活動的目的是想透過一些 體驗的活動 即是一些體驗的活動 即不是想他們只是 書本上的知識 即是想社區去透過一些服務 據統計每一百個香港人 就有五個是少數族裔 多數人從事基層工作 如果族群能夠共融 即是反映香港是一個 一個容納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陳詠珊報道